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交有些不便 可他的书法却依旧刚进有力 熊卖俊朗 卢老平借着这一首好字 他在中国书法界获得了诸多殊荣 并被中国书法协会技能鉴定中心认定为国家一级书法师 这个还是国家一级书法师 是吧 对对对对 这是中国书法协会鉴定的 对对对对 这里是文化部 这个上面写的是书法艺术作品 你市场价格是两万元每平方尺 对 就是你每平方尺的价格应该是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对对对 那按理说这个东西应该还是蛮值钱的 是啊 就是像这样子起码是至少是八万块钱 哦 就这张纸至少能够值八万块钱 对对对对 罗老自幼练习书法 字里行间中都蕴藏着浓郁的书卷气息 他的楷书《诗成言》《柳》 隶书《习张千碑》《诗门颂》 《卫碑》《习张猛龙》《正文宫》 罗老不仅在书法上有深厚的造诣 在文学上他更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是文坛三剑客 他就是讲我们三个人非常好 这三个人是吧 我们非常好的朋友 哦 这是何光岳先生 我们现在在这四个人做名 他是历史学家的 哦 这个是张阳先生 张阳是第一次我所做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您了 嗯 对对对 这又三 罗自立先生三十多年出版著作 编著八千余万字啊 对 无相未有过者 我已经成了虚子 哦 著作我就有八千万字 在这狭窄凌乱的房间里 破旧的书架上 依旧堆砌着许多泛黄的书籍 罗老一生酷爱文学 他博览群书 学史渊博 先后出版文学著作 尖二十余部 编著文字 高达八千余万字 胡乡大帝未有过者 他与著名史学家何光岳 著名作家张阳 其名为今日文坛三剑客 如此大名鼎鼎的文学大人 书法大师 可他为何却居住在这偏僻的陋世中 连一只像样的毛笔都支付不起呢 已是冒蝶之年的他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 我年纪大了 生病 这个小孩也有病了 小孩病了 小孩病了 两个一对 这个一对小毛胎 他们都是同样的病 一个严重一点 一个稍微轻微一点 这就是您这个双毛胎儿子 是吧 小时候呢 等于小时候 小时候还是比较 小时候比较可爱 小时候是不是 那个时候得到双毛胎儿 特别高兴 哎呀 做事件的事情 说不清 这个真是说不清 谈到自己的这双毛胎儿子 罗老感慨万千 曾经这对双毛胎儿子 乖巧董事 羡煞旁人 可如今 他们却成了罗老一生 无法驱除的梦魇 时至今日 他一直很少向外界提起 那么 罗老先生的双毛胎儿子 究竟患上了 怎样的疾病呢 小时候您的孩子好吗 小时候孩子还正常 他就是 到 二十以后 就投入 这个病 这是大胆还是小胆呢 这是大胆 这是大胆是吧 他不跟你们沟通吗 他不沟通 他就很危险 他要吃药 不吃药 他这个能力 产生一个患求 一个患求 他有时候 整个球育品陪害他 他要反抗 他要反抗 去执行 这个暴力行为 罗老说 早在新年前 大儿子突然患上了 精神疾病 每天都需 依靠药物来控制 一旦失去药物 大儿子随时都有可能 因为患觉 而产生暴力行为 如今最让他着急的是 原本正常的小儿子 也开始变得古怪起来 难道说 这对少胞胎兄弟 只要哥哥染病后 弟弟也会遭受 同样的疾病吗 罗老说 小儿子之前并没有任何异常 而且还曾成了家 拥有了孩子 可最近小儿子 也开始自我封闭 与外界隔绝 整天都跟大儿子一样 总是躺在床上 浑浑噩噩 不愿出门 而媳妇因担心 儿子也会犯上精神疾病 婚后不久 便带着孩子 离开了这个家 那么 小儿子是否真的跟哥哥一样 也真的患上了精神疾病呢 这对年过三十的双胞胎 究竟遭遇了什么 为何转眼间 都变得闭塞起来 什么时候去那家 那是五年以前 就是二十五岁左右 二十五岁左右 对 他现在都得病 这人得病了 你讲不清楚 他有时候经常在 在马轮上运倒的 你就就是虚脱了 就是因为体力 虚脱 他就营养跟不上 虚脱了 就倒在马轮上 有时候就外面打电话告诉我 他说你赶快去接人 他病了 罗老说 自从大儿子患病后 小儿子也不愿外出工作 年迈的他 就只能在家守护着两个孩子 生怕兄弟俩因病而酿成悲剧 平日里 父子三人 虽然共处一个屋檐下 彼此间 却很难说上几句话 整个家中 显得十分压抑 跟两个宅主 没调过 那条问题 他从 有时候要下午吃 有时候吃饭 有时候他不起来 吃你没用 没用了 吃什么样子 要爸爸给你做完面 才是吧 嗯 他就不搭 他就去 出去了 出去了 干嘛去嘞 他去 没有 去走一走 要陪弟弟出去走过 有时候再去 有时候没有 他走他不得 不管他了是吧 嗯 他他挺挺 你的身体比你弟弟好一些 他不 他刚吃的药 我早就吃药 吃药 你去到现在才起来啊 啊 你去到现在才起来啊 这也是早 晚上 晚上 你去看店子看 十二点钟吗 都 啊 是十二点钟吗 嗯 虽然罗老在文坛上颇有成就 结交过许多名门望族 可他却一直过着清贫干苦的生活 午餐就是一碗光头面 加上一个鸡蛋简单应付 两个儿子因为疾病 作息时间紊乱 每天都只吃一顿饭 但儿子整日风言风语 小儿子却沉默寡言 大门不出 对于这个家 他忧心忡忡 随后 他联系上了常年在外打工的妻子 并转告了小儿子的病情 第二天 罗老的妻子刘曼 赶回了家中 刘曼比丈夫小了整整二十四岁 看上去也比罗老精神许多 虽然两人结婚已有三十余年 可他却常年在外 很少在家相夫叫子 即便同在一个城市 但他已有十五年 没有跟家人吃过一次团年饭 每年跟家人相见的次数 也屈指可数 那么刘曼为何要远离一家人呢 难道说 他是惧怕犯病的双胞胎儿子吗 你感到跟什么 打个精神病一个 他是不是肯定 他是 他会查证他自己冒着精神病 结巴 感到精神病他查证他就特别的荒草 这个在是多久没有去大型的医院检查过了 那有两三年 他也最清晨的 他用不帮我搞得很 你来这么多 排斥 刘曼刚一回到家中 听闻小儿子的病情后 他便向丈夫提议 要带着两个儿子上医院进行检查 可罗老却显得很是为难 因为两个儿子一直排斥上医院检查 随后 刘曼拨通了小儿子的电话 大家可以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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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安定医院 可不可以 他不得可 他紧张 他紧张 他这把上医院 这把上医院 他跟东西 跟末子说 他不公布 他原来 他其实有点自卑 自卑 确实 两个人都自卑 对于双胞胎儿子的病情 夫妻俩一直没有达成统一的治疗方案 一是担心 无法承受巨额的医疗费用 二是不愿强迫孩子接受治疗 可如今 大儿子的病情 已经不断恶化 小儿子也开始行为失常 眼看这个家 就要失去所有的希望 刘曼心急如焚 他反复地劝说着 两个儿子前往医院检查 最终 大儿子回到了家中 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那么 大儿子究竟患上了 怎样的精神疾病呢 罗自立早年因撰写一部小说 而被关进了大牢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才得以平反 出狱后的他 一度不敢提笔创作 还曾沦落到街头修理单车 穷困潦倒 直到遇见一名出版社的同学后 才鼓起勇气开始为书商们编稿著书 经济条件渐入佳境 年过半百的他 终于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可没想到幸福来临之际 却是噩梦降临之时 两个孩子的疾病 一度让他陷入困境 无力摆脱 如今 大儿子的精神疾病 能否得到治愈呢 小儿子的状况又是怎样的 这一对封闭已久的双胞胎 还能否重返社会 自食其力 当天下午 夫妻俩带着大儿子来到了医院 这家同学无力 这家同学无力 原来很日常 还可能就是 很封闭 他现在不讲了 一句话不讲 以前上学的时候 成绩都还可以吧 成绩还可以 他就很优秀 他说在试医中 还当过记者小早长 抽签一下 他现在最绝对是 合宝 合宝 睡觉 睡觉 这就是人 现在比较懒散 懒散 不愿意跟人家讲话 不愿意出门 不愿意跟别人交流 对吧 他一接 工作回来 都自己去聚焦 聚焦 还笑得巧 20号的时候 他现在捏不下去 什么东西 要么就不记得放眼 也不记得 他都不记得到 七毛一接好了 刘曼向医生介绍 大儿子在上学时 性格开朗 积极活泼 能说会到 参加工作后 还在房屋中介公司 担任过店长 工作非常优秀 可不知不觉中 儿子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自我封闭 见到熟人便刻意避开 时常还伴有幻觉 毫无安全感 作为家长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拯救儿子 那么大儿子罗杰究竟遭遇了什么 你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了 我现在不喜欢跟人说话了 那种感觉 不喜欢跟别人说话 因为我不知道 我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别人是什么反应 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 反正就是那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了 我不说话 比你说话好一些 你会不会有时候 会觉得自己内心里面 内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自己的思想 我那个思想想法是很破碎的感觉 好像有一点好像没有一点 连接不起来 好像衔接不上来一样的 好像就一下断片那种感觉 对不对 好像一下中断了 对不对 然后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甚至然后再回过神来的时候 好像接不上刚才的那个思维了 对不对 就这种情况 对吧 谈到自身的状况 罗杰表示 他总感觉自己的思维 会突然被外界抽走 记忆力也急剧下降 语言组织能力也逐渐丧失 他不知道该如何跟别人交流 更严重的是 正直壮年 他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在社会上生存 仿佛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废人 你个人在的时候 仍然会听到有人在背后跟你说东到西的那样的情况 还有吗 没有 说东到西可能没有 但是 我有很强烈的那种 怀疑的那种感觉 我也搞不清那种感觉 那你怀疑什么呢 怀疑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说不清楚 我到底怀疑什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人应该怎么要说话 我也不知道人应该怎么生存 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好像退化了一样 是不是 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去打交道了 不知道怎么去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去了 是的 是不是 甚至有时候觉得自己的 现在连工作能力都好像丧失了一样 感觉我被社会脱节了的那种感觉 好像自己跟社会脱节了一样 而且我 我觉得我没有人生中的导师了 感觉 我也不是不想进步 但是我是觉得不知从哪里开始 罗杰说 他并不是一个蓝散闭塞的人 他很想让自己像以前一样外出打拼 自食其力 可他的思维却一直处于混沌 恍惚之中 即便他不停地挣扎摆脱 却依旧陷入在黑暗的深渊里 根本无法找到前行的方向 医生经过详细了解后 决定单独跟罗杰的父母进行沟通 那么 罗杰究竟患上了怎样的精神疾病呢 他是否还有康复的希望呢 从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发病的过程 到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 目前初步考虑啊 还是这个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他目前的阳性症状啊 仍然还是有一些 还没有完全消除掉 包括说的啊 他思维 思维上面的连贯性有问题 然后的话呢 还有可能还有一种思维被夺的感觉 类似一种被动体验 我们叫被动体验 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突然被外界抽走了 他还伴有这个衰退 同时呢 他的情感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 情感比较平淡 所以说他目前这个状态的话呢 不好 医生表示 罗杰已经患上了衰退型精神分裂症 由于患病时间长 中途又没有得到任何的系统治疗 现在的病情很不乐观 只有积极地进行系统治疗 才可能得到改善 否则 将来很有可能 会彻底丧失最基本的生活能力 如果说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呢 嗯 就是 整个精神啊 整个精神 处于一种完全衰退的那样一种状态 就是整个的他的认知功能呢 认知功能 完全受到了损伤 说严重一点的话呢 就是 就基本上像一个废人一样 如果 能够按照我们的治疗方案 精心治疗的话呢 原则上面啊 从我们目前就是 呃 治疗了这么多患者来说的话 肯定是比现在要好很多的 争取能够把它再重新推到社会上面去 推到社会上面去 那就好了 让他成为一个社会上的人 而不是整天就关在你们那个小房子里面 完全的就是处于一种继续衰退 继续退化的那样一个过程 医生表示 根据以往的案例 如果罗杰马上接受系统性的治疗 他的病情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将来很有希望还能重返社会 自食其力 罗老跟妻子听闻后很是欣慰 从心底里又燃起了一丝希望 但对不愿前往医院的小儿子 又开始担忧起来 他们不知道 小儿子如今 是否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那个小儿子以前他好像没有他这个哥哥这么严重 但是现在已经面临这种问题了 是不是 对吧 所以他这个 能不能 我这个意思 小子做时间做不到 他死都不得来 如果说他的弟弟目前也有这样的动向的话 一定要及时就医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 越早治疗 越早系统性的治疗 预后越好 就是将来越恢复的越好 因为我们这个 特别是我们精神分裂症 他有些患者 他是缓慢疾病了 这个缓慢疾病 他有时候 这个病程 甚至达到两三年 甚至有好多年的 我们有时候问病死的话往前推 那个时候很多家长就认为 患者只不过是个性上面的问题 情绪上面的问题 实际上那个时候患者就已经开始病了 那个时候没有早期发现 得知罗杰的双胞胎弟弟也有反常的行为后 医生建议夫妻俩要早日带着儿子进行检查 一旦发现具有精神异常 则必须及时进行治疗 否则只会让病情变得更加严重 那么对于这对双胞胎儿子 夫妻俩又将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现在如果通过陈医生们讲的 其实应该早来进行治疗的话 可能这个状况就慢慢就会好起来 是吧 现在是给我很大的信心 那您俩刚才过程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们在打算还是 即使治疗都能搞好 他就是如果是他 我据我所想如果他这个要治疗 我据我骨骼操不上 我就把所有的事都治疗绝对这个治疗了 以前你跟这个载系统治疗过吗 没有没有 即使全过 罗老并没有想到大儿子的病情 在简单的药物控制下 并没有得到好转 反而出现了神经衰退 他跟妻子决定要改善大儿子的现状 可对于小儿子 夫妻俩变得异常担忧 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 只要哥哥一生病 弟弟也会跟着生病 带着忐忑的心情 夫妻俩回到了家中 因为它是双胞胎 不知道什么 所以这个大的有问题 这个消息就是持人家 他现在是要先 他要是干磨的事 打磨一干磨 小胞胎就跟着干磨 轻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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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暴力去 没暴力去 他是不是因为大儿得了这个病 小孩也慢慢就会得这个病 也会 就是因为双胞胎的原因 后面是的 是感应吗 还是有点感应 不晓得别的有没有感应吗 他能够小胞胎就病了 胆胎就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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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胞胎就病了 真的 真没叠价 其实他很担心的 有一个孩子不行了 另一个孩子就马上 赶快打油 赶快敲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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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吗 都是这样的 七年前 自从罗杰患上精神疾病后 便不在外出工作挣钱 弟弟罗宾随后也辞去了工作 跟着哥哥一起封闭在家中 整日无所事事 这对双胞胎的生活习性 及身体状况 似乎总是滚绑在一起 命运都似乎相同 那么 这对双胞胎 为何会变成今天这般境地呢 那个小胞胎就自己进度 大大的三年度 我男人是想回去学家说 身体不好 我也是早餐不 他跟他年纪打着 你没办法先一个 但是他要 但是他要 但是他不要 你不要 你坚持觉得这个 我就不要 我只是听到道理好大 他当时我敢不要 我心里是 有无法的生下来 生下来就一直就是很差的身体 很差的身体 他以为你生下来 把酒店不给大瓶不给小瓶了 都是拿有无法的 请来了 又是记者教授为生 他请了20个岁教授 一想要讹他 在枯飞症 他心里善良些 他人要他给他事业了 所以没忘记了 医生看有可能也会 证得好 是证好了 刘曼回忆说 两个双胞胎儿子因为早产 生下来时 先天发育不足 当初他试图选择放弃 可丈夫却求此心切 不愿割舍 两个儿子在医院 经过多日抢救后 才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好不容易捡回了两条命 但两个孩子的身体状况 却一直不理想 大儿子曾因为工作不顺 便失去了斗志 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而小儿子却毫无征兆的 变得郁郁寡欢 即便如此 直到此刻 刘曼却对丈夫毫不埋怨 反而一直崇拜着自己的丈夫 其他的战友比我不担心 他也比我担心的 对吧 因为战事上我太伤心了 他也比我都是担心的 哦 您现在叫他叫先生还是 先生 我一直叫先生 平时怎么称呼他呢 罗先生 相对于你们就是师徒 本来就是师徒 本来就是师徒 本来就是学生 那时候确实是特别重了 我那时候的答案 不如这样呢 绝不都没有 季风啊 给你个接你丈夫 切个门板 切个门板 床铺都没有 没有 刘曼表示 他跟丈夫的恋情始于师生关系 曾经他向丈夫求学 任丈夫做自己的老师 随后他带着对丈夫的仰慕 而相惜相伴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称丈夫为先生 这份敬仰他从未改变 他擦拭着两人当年的照片 那份美好 似乎足以掩盖眼下所有的困境 您这个时候是在哪个地方参加 游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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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人小巴山了 你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就可以巴山了 那游乐山可忘了 现在没得过韩星的了 以前我们两个人几月份走 你想要吗走高龙家走路 不搭车 一直走到山上的 那我们两个人都要晃起 你走就是不离 那其实你这个崇拜的行 一直都有吧 行 那肯定崇拜他不 能心上得到不觉 我过了几年 你在你心中这个挪箭是什么 哪个人呢 有时候是浪漫 有时候不浪漫 有那么多花娘 他妈都不是浪漫的花 他会用他的行动 自己身体好吧 他不懂什么 他什么的就不得干净 那我得去 是吧 他用行动的干净 就是因为这份纯真 而又美好的爱情 夫妻俩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 他们都一起坦然接受 毫无怨言 只是想到孩子们未来的生活 彼此都无法独自承受 现实的无奈 却又给了这份爱情 平添了几分淒霉 我希望他能够好 他以这个能够 反正我不晓得这个家 我是搞 我自己也搞不住 这么大一个家 你觉得自己都扛不住 扛不住 扛不住 也许我会跟他一脑走 有一天跟我大妈想 你把我一走的 我就把我们去 把他只能走了 把你吃饭的东西 一脑走算了 我把我走的后一天 他把你拿回我 你把你一趟吃饭的 只能是这样 他们都没吃饭 因为我没有爸爸的 他一个人他担得不起 三十多年的时间里 虽然刘曼常年在外做保姆 挣钱养家 跟丈夫聚少了一多 但他跟丈夫的感情 却依旧渐如磐石 深入骨髓 他不希望丈夫将来离他而去 丢下他独自坚守这个沉重的家 傍晚十分 小儿子罗宾回到了家中 他是否跟哥哥一样 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呢 有这么多天没看你妈妈你想 你妈妈不了 我 我想 想不想你妈妈 没想 想 你现在觉得这个身体状况还好不好 我 主要是我哥哥 主要你哥哥是吧 他的身体不行 你妈妈跟我说 你们俩就是有一个 因为双胞胎 他有一些感应 就是比如说你哥哥发烧了之后 你就随后会发烧 他敢骂了 我就会敢骂 他敢骂 你敢骂他也会敢骂 对 这么突然一直这样的吗 小儿子说是这样的 那你平时现在这个状况是 我看你结了婚也有了孩子 在家里悶着也不好吗 对不对 现在是的 所以说 所以说我小孩他就住开了 因为 哥哥有时候会有一点突然的情况 所以这种精神压力很大的 对家人来说 你有这种负担吗 肯定 也有这种负担 罗宾表示 他之所以不愿出去工作 跟哥哥一起封闭在家中 主要是因为哥哥的疾病 让他倍感压抑 无心工作 但他并不觉得自己 患上了精神疾病 失去了工作能力 那么长此以往 弟弟是否也会变成哥哥的模样呢 这对双胞胎兄弟 难道真的会遭受 同样的命运吗 其实我也不是没有做事 这是他们老家的事情 怎么了 我以前有做过事 你问他做过 他是一家 他是一家 那是一家 九年一家 这里是他拿的行的港 他一家港兵的他做事 都过几年 他也住了呢 住了母子 住了母子 你去去吧 那不要说了 不要干了 好吧 不要干了 听到母亲的指责 罗宾变得十分的焦躁 他将自己 不愿外出工作的原因 全都推卸到了哥哥身上 并不愿直面自身的问题 那么 他究竟是有意在逃避责任 还是他的思维逻辑 已经出现了异常呢 那你觉得自己现在这个 这个状况 是不是正常的呢 我正常啊 我还不正常 正常的是吧 嗯 做可能做的 因为做的条件很不舒服 不心事的 是吧 不心事的 你还是想做 当然想做 哪个不想做 哪个人生出来 就想看 就想在家里 是现成的吗 不心事吧 就是人还是有自尊心的 对对 不管他设计多差 多多少事 做点是心情愉快一点 小毛主持人 他心得偏见 你不是挖着那一种 偏知了 偏知 你敢动他敢洗一只 不晓得我 反正有一点 卢老先生 虽然跟妻子 有着甜蜜的感情 自身在文学创作上 拥有很高的造诣 但因为两个孩子 一直不能自我独立 他的晚年过得 异常艰难 年近八旬的他 辛劳一生 晚年还要为了两个儿子 四处奔波 如今 小儿子既不愿意外出工作 又不愿意上医院检查 卢老先生很是担心 自己百年之后 两个儿子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如今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力写更多的字 留给两个孩子 虽然家中条件艰苦 但只要外界有需要他的地方 罗老还是会义无反顾的 去奉献自己的能量 毫无保留的捐献自己的书法 每逢春节 罗老都会受约前往福利院 免费为大家书写对联 让更多人热爱文字 接受文化的洗礼 刚才 刚才这么个老人 在看罗老师写字的时候 那种情形 我真的非常感动 这就是文化 我们的魅力 真的 这么个老人 引出气息 在认真看 好像要把它洗进去一样的 真的感动 文学的魅力 文化的魅力 真的太好了 罗老年事已高 每一笔一画 都凝聚着他所有的精气神 肌肤对联下来 他倍感体力不支 加上一直担心小儿子的疾病 此刻 他感到有些身心疲惫 迈着沉重的步伐 他赶回了家中 希望能带着小儿子 前往医院检查 恰巧有朋友 前往家中探望老罗 并购买其作品 给老罗提供帮助 移情天下无难事 他也是送给一个领导的 他也是癌症晚期 要对吧 比如说 你就消了 谢谢你 这是真正的人才 他不止在外面 真正的苦修 苦干的 无我的 你看他的字 都是非常有能量的 你看他写下去的每一笔字 他只用心 用气 用能量在写字 所以他的字跟一般的书法家不一样 一般的书法家是 符罩 以赚钱为目的 他这个文化是以 炼制 修心 修身 立他 画他 以文载道 以文画人 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这是罗老 但我们认识 在好友眼中 罗老的书法 从不迎合市场 哗众取仇 他的文字 敦厚朴茂 不羁不利 比例内藏 锋芒不漏 观其字 便知晓其为人 对于罗老先生 他们一直 十分敬佩 他是真正的黑马 而且是 齐百世 曾经在他们家三年 受过苦难的时候 所有都是他们家 无视的去帮助 他对社会没有回报 他的社会没有所求 他的社会没有怨恨 执救社会 希望自己 尽自己的这个能力 能够把自己的才华 能够去回克社会 所以我们很敬仰这个老 敬仰他的德行 在朋友看来 罗老先生不但是一位 淡泊名利的书法家 而且还是一名 宏如朔学的编著者 二十多年前 罗老主编的金谷通鉴一书 对中国国学文化之精粹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也对每个人成长 提供了一盏明灯 你觉得他那些书里面 价值非常巨大的是哪一本 应该是这一本 这一本 这一本就是 他好像这个东西 有很多卷 有四卷 然后每一卷里面都分得很细 其实对于每个人的成长 好像应该是包罗万象了 对吧 一个人生每个阶段 让大家学习 这个都是中国经典里面提供 经典的经典 您觉得这本书的意义非常大 对非常大 我们都一直认为 他是这个《浩古银海》里面的 六十个教授开网信 读到 搞六年时间 他隔了五 二十五万块钱 这一份我自己没得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收益 所以我 我一直在情婚聊到这些 罗老医生虽然编著了近八千万 自书籍 获得了诸多荣誉 但他从不攀附权贵 唯利是图 迫不得以下 才开始出售自己的书法作品 来维持家人的生活 为了给罗老的儿子提供更多的帮助 寻情小组 联系了长沙市安定心理医院的医生 前往罗老家中 为罗宾进行会诊 你这个肩膀怎么总是要动呢 你这个肩膀 你这个地方有点控制不住吗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容易紧 噴到锅子 别多紧张 没事 没事 你坐着了 放松一下 坐着 因为你跟你哥哥的话 他是双胞胎 对不对 你跟他两个人一起 从小都是长大 在一个同样的 共同的一个环境中成长的 对不对 嗯 你当不担心 你当不担心 你也会变成他这个样子 那真的我没想过 没想过 但是我也不怕 就怕有他这种肩膀也会 因为这种东西 因为你老是去想 这种事情 这个这种 他那种 他那种最自当 会不会感觉到 自己这脑子会 有时候变得比较直的 好像撞不动的 像是绣的机器一样的 好像撞不动的那种感觉 只能说 只能说 没以前 老大用的那么轻化了 就好像是有一点 是有一点 对不对 但是不是 你说他 很 就是很多 反应肯定没有 那个时候 没有以前那么凝活了 对对对 没有以前那么凝活 很累 为了消除罗宾的戒备心理 医生从侧面 对罗宾进行了详细的问询 但罗宾却并没有出现精神紊乱的迹象 而且他还向医生承诺 等到春节过后 他就会找一份工作 减轻父母的负担 这让大家感到很实庆幸 最后医生将罗宾的诊断结果 告知了罗老 首先的话 就是没有引出来 没有引出来明显的一些幻觉和妄想 没有引出来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 现在他主要的问题 就是在一个生活习惯 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暂时还是把情绪障碍 把情感障碍 这一块还是考虑放在第一位 然后精神分裂症这一块 放在第二位 带牌 现在没有 对 我们带牌 再排除 再观察 再根据他的情况再来定 第三个就是看需不需要 进行一些相应的心理上面的治疗 心理上面的治疗和疏导 医生表示 小儿子罗宾 现在很可能只是遭遇了情绪障碍 可以初步排除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可能 如果罗宾的状态 长时间得不到改善 则需要进行心理疏导 鉴于罗老年事已高 家庭困难 医院决定 急于援助 这个治疗希望还是很大的 鼻子线的话 有一定的好长 让他参加工作跟生活 我们一起努力 医院决定给罗杰捐助2万元的医疗费用 用于前期治疗 这样老罗很是欣慰 感激之余 他亲手书写了一幅字 赠送给了医院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那不真的 对于罗杰的话 我们肯定会精心治疗的 尽我们的权利 你就是 你救他也是救我 再见 罗老再见 好 谢谢 你老亲自来 再见 应该的 当得知儿子的疾病 终于有了希望 罗老拿出了家中 收藏好的作品 他原本是想 当自己过世后 将这些作品作为遗产 留给两个儿子 但眼下 他为了给儿子 筹集后续的医疗费用 他决定尽早出售 以此 来挽救两个孩子 最近写了两三部副字 也是考虑 把这些字慢慢去搞了小孩治病 自己生活会 这些都是啊 都是 这包包里面全是 全是写字 也是陆陆续续写的 每天写一幅吧 每幅都不一样吗 每幅内容都不一样是吧 每幅内容都不一样 每幅内容都不一样 哦 您是担心 您是这么着急的写着 是担心自己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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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以后 我就 没什么遗产 就把这些做遗产 留个谈法 长鸟 漫天 雪舞 罗剑西 火蹄 蝉 蝉 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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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老半百得子 一直将两个儿子 视为自己的一切 可没想到命运弄人 并磨在不知不觉中 侵蚀了这个家 罗老跟妻子为了养活两个儿子 长期分离 牺牲了他们的爱情 耗尽了彼此一生 虽然一场艰辛 但两人却始终不愿放弃 希望兄弟俩能够在医院的治疗下 早日重返社会 减轻父母的负担 同时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能够为双胞胎兄弟后续的医疗费用 伸出援助之手 给他们一份温暖 欢迎回到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播打《俯仁厄交》《寻情热线》 0731-848-02-110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谢谢祝福音软 谢谢祝福音aca 你让我逐渐都想